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近日 一组白鹿的最新写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再次将这位多才多艺的女艺人推向了公众视野的焦点 在这组照片中 白鹿以一席粉色与白色交织的梦幻礼服惊艳亮相 无可挑剔的身材线条 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和高度评价 照片中 白鹿优雅地站在一张古朴的木制桌子旁 仿佛是从旧时光中走出的佳人 带着一丝不识人间烟火的仙气 她身着的礼服 上半部分以纯洁的白色为基调 象征着她的纯真与高雅 而下半部分则巧妙地融入了温柔的粉色 增添了几分少女般的甜美与梦幻 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裙摆处的高开插设计 既展现了白鹿修长的腿部线条 又巧妙地透露出一种含蓄而又不失性感的韵味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白鹿的深色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上 自然而不失风情 与这身礼服相得一张 更凸显出她温温可人的气质 露尖的设计更是点睛之笔 恰到好处地展露了她精致的锁骨和优雅的肩颈线条 让人眼前一亮 直呼惊艳 自出道以来 白鹿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在影视圈和综艺界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中 她以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温婉家人 还是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 白鹿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 展现出她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可塑性 而在综艺节目中 白鹿更是以其真实不做作的性格和幽默风趣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敢于挑战自我 勇于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努力比天赋更重要的真谛 白鹿之所以能在镜头前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 离不开她背后的自律与坚持 据悉 白鹿非常注重身材管理 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运动锻炼 她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计划 同时她经常分享自己的健身心得和饮食食谱 鼓励粉丝们一起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不仅让她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更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尊敬和喜爱 近期 白鹿的公开活动也是接连不断 从时尚活动到品牌代言 再到各类颁奖典礼 她都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不小的轰动 她的时尚品味和穿搭风格也备受瞩目 成为了许多年轻女性学习的榜样 随着白鹿的人气不断攀升 她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白鹿的单身状态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期待 许多粉丝纷纷表示 希望白鹿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 同时也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的演艺事业和个人选择 对于白鹿而言 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还是个人生活的幸福 都是她努力追求和珍惜的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秀的作品 回馈粉丝们的厚爱和支持 同时也期待着她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和魅力 日前 演员白鹿上线首张数字音乐专辑 获得了粉丝的高度关注 9月10日 白鹿新歌首唱会官宣 白鹿将在9月22日生日当天 于上海传场剧院 携自己首张音乐专辑与粉丝们见面 并公开了演唱会门票的获取方式 演唱会的相关规则引发粉丝不满 被不少网友吐槽 首唱会变成韭菜会 9月11日 演唱会的主办方欢愉影视致歉 宣布调整门票获取规则 早前 白鹿上线个人音乐专辑时 就曾因定价被一些网友吐槽 数字专辑中包含三首歌 售价为12元 同步还推出了88元礼包 包含歌曲和明星小卡 这一定价被吐槽为歌粉丝韭菜 因其本身为演员 唱歌水平受到质疑 不过这一数字专辑主要受众为粉丝 普遍还是得到了粉丝们的支持 但9月10日官宣的新歌首唱会门票 获取规则 粉丝也不愿意再买单了 9月10日上午 新歌首唱会周边开启了预售 售出商品有35元的卡套和小卡 125元的刺绣短袖 140元的魔术贴短袖 185元的长袖卫衣 服装款式设计都很简单 为黑白两色基础款加一个图标 首唱会入场名额共750个 要获取入场名额需要抽选 在首唱会招募期间购买周边金额满35元 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购买35XN元即可获得N4抽奖机会 这也就意味着买的周边越多越贵 获得抽奖的机会也就越多 不购买周边则没有抽奖机会 但购买了周边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入场名额 这一入场名额获取规则 已经公布及遭到粉丝广泛的质疑和抵制 一方面按照这一抽奖规则 没有保底机制 粉丝对于到底要花多少钱 才能获得入场名额 一无所知 要购买周边抽奖的沉默成本难以预估 另一方面 抽奖规则不够公开透明 也让粉丝担心其中可能会存在猫腻 为什么抽签不能实时看到自己是否抽中 此外 首唱会的日程安排也被认为非常不合理 因公布获奖名单 时间距离演唱开场时间很近 外地粉丝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安排个人时间 预定机票酒店都不易解决 面对粉丝的不满 欢愉影视于11日中午致歉 并回应首唱会门票将免费赠送给粉丝 赠票规则改成通过填写问卷形式进行筛选 问卷内容主要围绕核实粉丝身份等方面展开 首唱会周边已全部下架 并对已购买周边的粉丝全额退款 退款规则将另行发布 这几年来演员跨界歌手越来越多见 但网友们对于演员跨界当限定歌手的行为不满声浪欲高 新生代演员们开卖唱歌大多逃不出难听俱乐部 而这些跨界歌手也基本很难实现破圈 受众仅限粉丝 流媒体时代歌手门槛确实在不断走低 新生代演员跨界自带的流量和话题也确实有利可图 歌手这一身份也给演员带来了另一条可变现的道路 多期发展粉丝乐见其成 不过将跨界当玩票 钻研的只有快速变现的门路 粉丝背弃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 当然不管演唱会结果如何 都要祝白鹿生日快乐 愿他也早日拥有一场浪漫的婚礼 与一个爱他 懂他 疼他 珍惜他 并陪伴他走过人生低谷 一同分享事业巅峰的人共度余生 白鹿曾经提到 如果不从事演艺事业 他早就结婚了 他会选择和爱的人一起旅行 还会学习一门乐器 这表明白鹿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 还记得白鹿29岁生日那天 她的老板于震也送上了祝福 同时于震也表示白鹿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而他自己则认为自己并非称职的老板 这些年来 白鹿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片天地 尽管是由于于震的引荐进入娱乐圈 白鹿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非常善良忠诚的人 他一直感恩于针对他的栽培和体血 除了于震 娱乐圈中的其他艺人并没有送上生日祝福 除了一个男演员 这个男演员就是李晨 在其他跑男成员中 杨颖、周深、郑凯、沙翼等都没有送上祝福 只有李晨送上了生日祝福 并且还特意准备了生日礼物 在节目中 杨颖和白鹿被大家称为杨之甘鹿 本以为他们是好朋友 但意外的是杨颖并没有送上祝福 然而 还有另一个男演员以间接的方式送上了祝福 并配以一首富有深意的背景音乐 她就是罗云熙 罗云熙只唱了歌词的最后一句 总会有个地方 等待爱飞翔 这是否是巧合呢 罗云熙用歌词表达了心意 而罗云熙和白鹿曾经合作出演 办事蜜堂办事商和长月静明 在戏中 他们的情侣关系非常甜蜜 戏外也有很默契